焦焦投胎了 焦焦投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门灯虎堆 但第一那孩子还小 不宜过早定亲 乔家 乔家交要运了 树里只有一个乔家 就是那个忠俊伯二 满门忠利 成为政治斗争炮灰的乔家 我天 乔家的结局是灭门啊 而且乔家小女儿的结局是三岁夭折 在树里一句话就概括了她的一生 啊啊啊 老阎王 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不然我死了以后一定掀翻你的地府 夫人 等急了吧 快看看小姐 真漂亮呢 像你 调娇娇瞬间化身小迷妹 啊啊啊 我娘也太美了吧 这就是你挖金星雕琢的佳作啊 是谁 是谁在说话 呜呜呜 这个死亡角度也好美 娘 你是我的神 求你把美貌传给我 娘 娃娃娃 娘看我了 怎么一副吓到了的样子 难道我长得很丑 不会吧 听到这里 即使心中在惊涛骇浪 本能的母爱还是让乔夫人出言夸道 我们娇娇真可爱 像娘 呦 这辈子也叫乔娇娇嘛 好巧 上辈子无父无母 一年早逝 这辈子希望可以做个开开心心 无忧无虑的乔娇娇 乔夫人听到这里 心头猛的一灿 无父无母 一年早逝 想到自己的女儿上辈子那么苦 乔夫人一颗心又软又疼 娇娇 娘的好孩子 娘一定让你一辈子平安喜乐 等等 我记得娘的死因是忧虑过重 欲杰于心 一切的起因就是 生产那日有丫头趁机爬上了爹爹的床 乔夫人一脸茫然 她的死因竟然有丫头要爬床 没错 这一段我记得很清楚 娘因为刚生产恶禄未尽的缘故 拒绝了爹爹的流速 将爹爹赶去了书房 结果就这一晚 有丫头趁着爹爹老来的女 喝得酩顶大醉之际 爬上了爹爹的床 虽然这一晚什么都没发生 爹爹事后也处死了那个丫头 但娘心中还是留下了疙瘩 这可是娘抑郁的诱因啊 怎么办 我又说不了话 该怎么阻止这件事发生 乔夫人一字一句听到了诗语 乔夫人相信乔娇娇 也是一心意意向着她的 夫人 这时候 三道司营走了过来 夫人 苦了你了 是为夫不好 没有陪在你身边 乔娇娇滴露着一双眼睛 终于看到了一张中年面孔 我爹爹好帅 这就是中年男人成熟的魅力嘛 听到乔娇娇也夸奖了乔老爷 乔夫人不由地玩耳一笑 夫人 这就是我们的娇娇吗 乔老爷连声音都放轻了 一脸恋爱地望着乔娇娇 来 爹爹抱抱 乔老爷小心翼翼地 从乔夫人手中将乔娇娇接了过去 好温柔一爹爹啊 上天带我太好了 乔老爷的手猛的一抖 哎呦 我爹爹怎么抖了一下 吓我一跳 死言意义出 乔老爷更加确定 说话的就是他怀中的孩子 这这怎么可能 哎 我爹爹也是个传奇人物呢 年轻的时候为国征战沙场 收复北地 北国投降后 爹爹立刻主动上较兵权 又挽拒了皇上的郑国公头衔 做起了一个三品玉石大夫 别人都笑他傻 笑他自讨苦吃 可是谁又知道我爹爹心中的报复啊 他武能保驾魏国 文艺能督察百官 只为守住朝廷的一片清明 乔老爷听到这里彻底惊了 难道这就是上仓派给他乔中国的专属七星小明啊 可惜我爹爹这样的大英雄 最后竟然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被武门斩首 一夜灭门 乔老爷和乔夫人同时心中大害 乔夫人更是几句昏厥 这辈子一定不会了 这么有爱的一家人 我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会护住他们改变命运的 此言义出 乔老爷和乔夫人虽然依旧不安 但却同死心中欲提 感动不已 傻娇娇 这样的重担怎么能落在你的身上 爹爹无论如何都会护住你们的 哎呀 斩首之势还远 一切都还来得及 今晚丫头爬床的事才是燃眉之急啊 爹爹和娘感情那么好 怎么可以因为别人的算计生出嫌隙 丫头爬床 那丫头始终是个祸患 今晚娘就算是把爹爹留下 也终究防得了一时 防不了一世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 今晚就把那个丫头揪出来 要是我能说话就好了 让爹爹假醉一番 那丫头必定上当 哈哈 我恨自己太小 还无能为力 瞧瞧瞧苦恼的要命 这死一个俊朗无比的青年人凑了过来 对 该让我抱抱妹妹了 瞧瞧瞧眼睛猛的一子 我靠 这家的记忆真的太好了吧